诗篇第八十九篇 我要永远歌唱耶和华的慈爱 世世代代用口传扬你的信实 我要说 你的慈爱必永远建立 你的信实 你必建立在天上 你曾说 我和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 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说 我必永远建立你的后裔 也必世世代代建立你的王位 耶和华 诸天要称颂你的骑士 在圣者的会中 你的信实也要被称颂 在天上 谁能和耶和华相比呢 在全能者的众子中 谁能向耶和华呢 在圣者的议会中 神是令人惊惧的 比一切在他周围的都更为可畏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有谁向你 耶和华 你是大能的 你的信实在你的周围 你管辖海洋的狂涛 波浪翻腾的时候 你使他们平息 你打碎了拉哈勃 好像已遭自杀的人 你用有力的绑壁 赶散了你的仇敌 天是你的 地也是你的 世界和世界充满的 都是你建立的 南北都是你创造的 塔勃和黑门 都因你的名欢呼 你有大能的绑壁 你的手强而有力 你的右手高举 公义和公正 是你宝座的基础 慈爱和现实 行在你前面 晓得 向你欢呼的人民 是有福的 耶和华 他们在你的脸光中行走 他们以你的名 终日欢呼 因你的公义被高举 因为你是他们的荣耀和力量 因你的恩惠 我们的脚得以高举 因为我们的盾牌 是耶和华 我们的君王 是以色列的圣者 那时 你在异象中 告诉你的圣民说 我帮助了一位勇士 我从民中兴起了一位青年 我找到我的仆人大位 用我的胜高有高他 我的手必坚立他 我的膀臂必坚固他 仇敌必不能欺骗他 凶恶的人必不能压迫他 我要在他的面前 击碎他的敌人 击杀那些恨他的人 我的信实和慈爱 必与他同在 他的脚 必因我的名被高举 我必使他的左手伸到大海 使他的右手伸到大河 他必呼叫我说 你是我的父 我的神 拯救我的磐石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 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我要永远保持 我对他的慈爱 我和他所立的约必坚立 我要使他的后裔 存到永远 使他的王位 好像天一样长久 如果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 不照着我的典章而行 如果他们违背我的律例 不遵守我的诫命 我就用仗责罚他们的过犯 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 但我必不把我的慈爱 从他身上收回 也必不背弃我的信实 我必不违背我的约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我断然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 我绝不向大卫说谎 他的后裔必存到永远 他的王位在我面前 必向太阳长存 有向月亮永远坚立 做天上确实的见证 你却恼怒你的受高者 丢掉弃绝他 你舍弃了和你仆人所立的约 把他的冠冕玷污在地 你拆毁了他的一切城墙 使他的堡垒成废堆 过路的都抢掠他 他成了邻国的人羞辱的对象 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 使他所有的仇敌欢喜 你使他的刀剑卷刃 使他在战场上站立不住 你使他的光辉消失 把他的王位推翻 你减少了他青春的日子 使他披上耻辱 耶和华 这要到几时呢 你要永远隐藏自己吗 你的烈怒像火一般焚烧 要到几时呢 求你纪念我的一生多么短暂 你创造的世人是多么虚幻呢 有哪一个人能长活不死 能就自己的性命脱离阴间的权势呢 主啊 你从前指着你的信实 向大魏启示要施的慈爱 现今在哪里呢 主啊 承担着万民的羞辱 耶和华 你的仇敌用这羞辱 羞辱了你的仆人 羞辱了你受高者的教宗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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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